花蓮縣客家愛樂協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12號舉行 這次大會也以音樂會方式進行 花蓮的客家創作才女歌手許氏會 也在大會上發表了兩首客家新歌 會員們就在音樂聲當中 一起來進行這次的活動非常特別 大會一開始就由客家創作才女歌手許氏會 帶來的兩首客家新歌 光的聲線以及客家靜妹炒熱現場 爬到我去唱線 那是有本人家衝出來見 沒人憲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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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亂衝動去唱線 向我挑戰將司機演 苦用命念 我和你鼓勵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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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發電影音樂愛 愛讓人憬哭 建客家爱乐协会第二届第三次会员大会 12号上午在花莲市精彩联营会馆举行 协会创办至今已经迈入第六个年头 会员人数不断增加 历史长赖盛廷感谢会员以及各界的支持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有这么多的热情 跟我一样有热情的来做客家的东西 前四届大概就是花梨 花冬 它就是会上多元的族群 很凝聚的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只是做客家 那我们会可以做 我觉得说音乐的本身 没有你们的限制 所以台湾美军馆在做他音乐前 就是一样从前年开始 开始有什么 就是我们客家 我们客家 客家现在的流行音乐 不是只有通常多元 小朋友可以唱歌 是非常棒的 会中的表演节目 也都是由会员们登台演出 热闹的气氛感染到贵宾 目前花林县客家爱乐协会 一共有210位的会员 历史长赖盛平表示 未来会为会员争取更多的福利 也会举办音乐推广活动 大家用音乐来认识客家文化 感受客家之美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 今天我们通常都在使用 试 holidays 好吧 我们一批试照看着 我们下轮试照看着 试照看着 我都从来的 我都从来的